第147篇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因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 赞美的话是何疑的 耶和华建造耶路撒冷 聚集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 他医好伤心的人 裹好他们的伤处 他数点星宿的树木 一一称他的名 我们的主为大 最有能力 他的智慧无法测度 耶和华扶持谦卑人 将恶人倾覆于地 你们要以感谢向耶和华歌唱 用琴向我们的神歌颂 他用云遮天为地降雨 使草生长在山上 他刺食给走兽和提叫的小乌鸦 他不喜悦马的力大 不喜爱人的腿快 耶和华喜爱敬畏他 和盼望他慈爱的人 耶路撒冷啊 你要颂赞耶和华 西安啊 你要赞美你的神 因为他兼顾了你的门栓 赐福给你中间的儿女 他使你境内平安 用上好的麦子 使你满足 他发命在地 他的话搬行最快 他降血如羊毛 洒霜如炉灰 他治下冰雹如碎渣 他发出寒冷 谁能当得起呢 他一出令 这些旧兜消化 他使风刮起 水便流动 他将他的道 指示雅各 将他的律例典章 指示以色列 别国他都没有这样带过 至于他的典章 他们向来没有知道 你们都要赞美耶和华 都要赞美öll